質感箱子打開之後呢 會先看到這一張 我感謝 Thank you for your order 哇這也太貼心了吧 哈囉大家好 歡迎來到Jenny世代頻道 我是佳蓁Jenny 今天終於要來拍這個 我一直很想很久以前很想拍的 穿搭影片 因為我有一次呢 就是在內特逛的時候 我會很意外的發現 他們竟然有在招呼網路會員 心裡在想什麼 為什麼他們會突然間有網路會員 他們其實平常在台灣大街小巷 就都有很多間門市啊 而且生意也都非常的好 根本沒有必要招呼什麼網路會員吧 然後呢我就發現到 喔原來是他們旗下 最新的 網路品牌 而且是走超平價路線 這個平價到底有多平價呢 我相信聽到的人都會非常的驚嚇 就是 平價到連蝦皮上面的很多便宜衣服 都比他還要貴 甚至是差不多 或者是 更低價 所以這個品牌我就非常的好奇 於是決定 就來 給他下單買下來 給大家 開箱看看 到底 他的心得 可是如何呢 因為我 收到了這箱的時候 其實也非常的驚喜 哇 怎麼我才賣了三件 就用了這麼大的箱子裝著 而且這個箱子還蠻有質感的耶 正中的介紹就是這個牌子 大家看 New V New Volume 因為這個牌子呢 算是滿新的品牌 我在玩不上趴文看 是好像是去年才創立的吧 我也是自己非常好奇 那希望大家看一下新的 不要讓大家失望囉 因為他真的非常的便宜 那我們就 期待今天的穿搭 好啦那我們剛剛就是 已經把他的質感箱子打開之後呢 可能會先看到這一張 我感謝 Thank you for your older 哇這也太貼心了吧 因為他會怕說 欸你不知道如何把你推貨 這上面都已經有很清楚的 把說明啊那些呢 都印在上面了 不過我覺得真的非常的貼心 滿用心的 相信可能也是跟 內特大品牌的形象有關 所以他們一定要用心一點的 去準備這些小細節 而且呢真的是非常有質感的箱子耶 看他的厚度其實也是滿夠的 然後一打開就會看到 這個呢就是手垢裡 就是我選的手垢裡 黑色 鴨蛇帽 真的覺得 包裝上也是不馬虎 然後 不會說讓人家手摸起來 有一些沙沙的粗糙蛋 接下來是衣服的部分 可以看到 衣服的包裝也非常的用心喔 上面一樣都有標榜他們的品牌logo 看看這幾件衣服 我總共買了這三件 每個都有印 New V Valium 真的非常的 用心 看起來也很時尚 乾淨有質感 CORUM 我們準備好了 нак 放進去 Concern的 不要不相信 沒錯 的確就是花了 52500而已 人家非常稱讚他們這個帽子 很…用心耶 Formosa後面 还加了一个小台湾的标志 很可爱 像一般要出去玩啊 郊游啊什么的 这些帽子都非常方便 可以搭配一些休闲的衣服 像这样黑色的帽子 基本上什么衣服都可以搭 这样的赠品CP值也太高了吧 天哪 好喜欢哦 可以看到它里面 也有做这种 可以让帽子比较变形的隔板 对 那才可以保持它原有最新的样子 而且它的其实整个 车缝线那些都 细致不太会有拖线的问题 好看一下这个 是标明他们牌子 Nuvie New Berlin的品牌 对 代表说这是他们公司出的赠品哦 接下来呢就是棕色的这件被新根下身的绿色长裙 这样子搭配起来原本以为可以做一个森林系的感觉 结果呢没有想到其实这件棕色上衣对我这胸部大的女生来说 版型是略显得紧绷了 所以搭起来反而是没有腰身的 那这件绿色裙其实是比较有皱折的感 于是呢我就搭配了一个树面上衣 这样就刚好做出了层次感以及它的内力 有保暖的效果 所以呢还蛮适合现在秋冬季结穿哦 那接下来我就想到说 诶那我可以把这个棕色的上衣搭配下身比较有腰线的 西装格子裤 这样子呢就可以做出一个有型的英伦风格出来 也是蛮不错的看的哦 刚刚呢试穿了所有这次在NUV买的衣服之后发现 其实我觉得它们的材质都还蛮不错的 但是版型稍微再略显弱一点 要显瘦的话好像还是没有这么强 但其实它的材质很好 那像我这种就是可能比较肉感细胸不大的 就是穿它们这件 这种版型的背心就一定要买到最大好 不然其实它都还有一点 要爆开的感觉 就是差那么一点一点 但它以这样子平价的商品来说 其实我觉得CP值算蛮高的 推荐咯 可以推荐大家 就是上去NUV的网站 它们每一季 每一季都会在官网上面更新衣服款式 价格上都非常清明 所以还是推荐大家可以上去看看 买一波秋季 新装吧 最近秋年快到咯 好 那今天的开箱撑当影片就到这边结束啦 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请记得按下订阅 以及看起来小铃铛 或是追踪我的IG 跟我有最及时的互动哦 那我们下次见咯 我是佳震的Genie 拜拜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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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